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獲得失色的鍛造石6 那我們早一點把武器強化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比較順利的通關 好那麼我們打開地圖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 那我們可以先從這邊 這邊算是我們開局的地方嘛 然後往左上角走 走過來之後我們要能上來到這個亞潭高原 那你要走旁邊這邊爬上來打一條龍 過去之後上來也是可以 那麼要去收集這個冰符上來 從這邊上來也是可以 那麼到亞潭大道之後 亞潭高原之後呢 我們就到這個一路順著路走過來 然後到亞潭大道的三叉口 然後從上面走過來 那麼這邊有一個黃金樹記得拿一下 好再來到這裡之後有個穿林大橋 這邊有個傳送點 然後一傳呢他就會傳到對面來 然後呢到對面之後我們從這邊旁邊可以跳下去 然後呢再順著這個路一路走過來 走到這個醉人橋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走過來一點 然後這邊有個樓梯可以往上爬 然後呢就可以到這個格密爾的火山第一休息站 那麼再走過來呢就可以拿到我們的石色鍛造石六了 好那我們實際走的這個教學呢 我們先到亞潭大道的三叉口 然後呢我們向左上往前走 那這邊有黃金種子記得拿一下 順便摸一下好了 欸好像有一點硬 好像有一點硬 那順著這一條路走上來 來 彎過去之後呢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傳送點了 欸還有點遠還有點遠 走走走走走走走 就直接到斷橋那邊了 就直接到那個橋那邊了 好到這裡就有一個火可以做 然後右邊呢有傳送門 我們就直接傳過去 傳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往左手邊走 左手邊這邊就有個地方我們可以跳下去 但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千萬不要摔死了 在前面前面 這邊有一個突出來的一個杯 那我們就從這邊下去 然後在這邊呢 有一個拿寶箱的士兵記得可以打掉 這邊可以拿到一個 石的 欸就他欸 欸這可以一直刷哦 真的假的 還是他他給的這個寶箱東西會不一樣 欸沒有了只能殺一次 只有第一次會掉 會掉這個大恩魯 大魯恩石 石的大魯恩 不知道可以捏多少魂 然後我們就順著這個路往前走 一路走 就可以走到我們的傳送點了 我們來喬一下方位 看位置有沒有對 OK順著這條路走 好 到這邊之後右轉 過來就會看到有一個橋 好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走過去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這個火可以做一下 接下來到這邊我們就貼著左邊的牆走吧 貼著左邊的牆 然後你就會在這邊看到有兩根火把插著 然後中間呢就有這個樓梯可以往上爬了 畫錯我在這附近看順便看還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麼整體來說好像沒有看到 想說有沒有什麼火可以做 這個整體還蠻高的啦 爬得蠻久的 好上來之後呢我們往左手邊走 就會有一個火可以做 就會有一個火可以做 然後呢我們再往前走這邊有一個類似像是墓地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就到我們影片一開始的地方囉 然後那記得這邊有一個狼 你要小心一點 他有保護色啊 阿伯之前第一次來 欸就撿東西完全沒有注意到這隻狼欸 然後呢我就被扒下去了 好啦那麼 那個死射鍛造石榴就在這一個人的手上喔 好那阿伯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跟阿伯分享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 那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資訊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拜拜